哈喽大家好,我是SanHao,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个频道主要会分享如何正确使用MacBook和iPhone 如果你对这方面的资讯感兴趣的话,欢迎你订阅和关注SanHaoTV啦 那么就这样9月17号,我的iPhone XR就升级到iOS 14 除了大家都在关注的App Library和那些Widget之外 这里我就发现到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 先说说为什么我要这个东西 因为马来西亚在行管令期间,就是RMCO 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需要用MineStraktor这个App来check in 所以在iOS 13的时候,我有两个方法可以找到这个App 第一个方法就是,例如我现在不懂滑到哪一页了 然后我现在就从下往上滑 这个蓝色的就是MineStraktor 然后就可以点击打开来了 所以那个MineStraktor的App就要换在这个第一页 第二个开启的方法其实也是很简单 就不管你现在到哪一个Patch out 然后你在随便这个空白的地方滑下来 然后再输入你要的字 MineStraktor 然后就可以找到了 而我发现到就是第一个方法是最实用的 可是我觉得这样还不够 后来呢iOS 14发布过后呢 很多UP主要在分享这个iOS 14的新功能 然后我就发现了这个Double Tap 就是点击iPhone背后两下 然后就会做你要的Action 以下呢就不是我如何使用这个Double Tap 首先你需要先倒入一个App 叫做Shortcut 先打开来了 然后在右上角这边按加 我们要点 Add Action Add Action过后 有一个Scripting 点那个 然后再 点Open App 然后按Choose 这里就可以选择你要的App 然后最后我想要MyStraktor 输入好了过后按Next 然后再选你要的名字 Done So MyStraktor2就在这边了 现在我们要去做另外一个东西 首先我向下滑 输入Setting 点 然后我们拉到一个叫做Accessibility的地方 点一下 然后再选Touch 然后再选 再选Bad Tap 这里呢我们 选Double Tap 或者Triple Tap 都可以 Double Tap 是后面打两下 Triple Tap呢就是后面打三下 所以我懒惰的话 我就选Double Tap 按了 然后就把它拉下来 选刚刚我们有一个Shortcut那边的 叫做Open Mass加2 所以我点 然后就Bad Tap回去 然后 我就关掉它 现在Double Tap 它的好处就是它可以非常快 而且是 就算你在开启其他App的时候 还是可以Execute到这个Command 可是坏处就是 它必须打得比较大力一点 有时候太轻了它就不会有感觉 然后就是 有时候就不懂为什么 会突然间Execute到这个Command 就有时候我放在桌子上面 它就 突然间就开启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你觉得这个功用OK吗 你会在什么地方用这样子的东西呢 欢迎留言分享 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觉得这影片还行的话呢 欢迎你给我个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也许他们正需要这样子的资讯 那么我是三号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